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注册的第一步就是成为我们的消费会员 当您成为消费会员 并且认可我们的产品和理念 愿意借助爱多美的经营平台 向更多的亲朋好友分享和推广 那您可以考虑申请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表现优异的经销商 还有机会获得服务费 以及荣誉表彰等奖励 当您成为经销商以后 想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可以在达到公司的各项要求后 申请设立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的经营场地大小 硬件设施 职责等要求呢 也是要高于普通经销商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消费会员经销商的申请方式 首先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消费会员的注册方法 那第一条呢 就是年龄必须年满22周岁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消费会员不就是为了买产品吗 很多公司它都是18岁的 为什么还要订22岁呢 那岂不是会流失很多的业绩和消费者吗 在这里呢 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在我们公司 消费会员是可以申请转成为经销商的 很多大学生毕业时的年龄啊 大约是在22岁 如果我们设定在18岁 就很有可能有很多的大学生 为了有收入而申请成为经营者 那这样呢 会耽误他们的学业 所以呢 我们直接就把消费会员的身份提到了22周岁 销售业绩和社会责任相比较的话 我们选择担负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资格呢 就是持有中国第二代的居民身份证 如果为外国或中国的港澳台人士 需持有合法的中国长期居留证 第三呢 是本人常用的中国手机号码 第四呢 是公司只受理个人及合法夫妻之联名申请 不接受以公司或团体名义提出的申请 在这儿呢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海外分公司注册了会员编号 那么在中国呢 是不可以再注册的 接下来 我们介绍一下申请的流程 消费会员呢 必须本人注册 首先呢 进入到公司的官方网站或下载手机APP 点击注册消费会员 然后呢 阅读并同意相关的条款 填写基本信息 比如说姓名 身份证号 密码等 然后呢 进行手机验证 上传身份证的电子版正反面 如果为外国及港澳台人士呢 还需要上传中国长期的居留证 注册全部完毕 系统呢 会分配一个唯一的会员编号 使用会员编号和密码 即可以登陆我们官网的购物商城进行购物了 注册消费会员不需要任何费用 那会员的身份如何维持呢 是一次注册完成就可以永久保留身份吗 还是说每年需要缴纳年费呢 大家不用担心 埃东美呢 虽然是会员制 但是呢 不需要缴纳任何年费 如果您是首次注册 只要在注册次月起 6个月内有一次购物记录 就可以维持12个月的会员身份 如果您已经有过购买记录 那就从最后一次购买产品的次月起 可以维持12个月的会员身份 购买产品的价格呢 没有任何的要求 即使是价值最低的产品也是可以的 成为消费会员都有哪些权益呢 第一 凭会员编号呢 可以通过我们爱多美的官方购物商城 或者是官方的手机APP 以会员价购买产品 会员价呢 要比零售价便宜呢 15%到20% 第二个权益呢 就是 购买产品达到一定的金额 我们是可以免费送货到家的 第三 如果公司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啊 慈善活动啊 或者是各类的研讨会啊 我们会优先邀请我们的会员参加 当大家通过我们爱多美物美价廉的产品 成为我们忠实的拥顿以后呢 如果您还想把产品推广出去 那您可以考虑申请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下面呢 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经销商的条件和流程 那申请的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申请人 必须是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这条呢 也说明了 经销商呢 必须持有中国合法的营业执照 第二条呢 申请人的公司或者组织的 法定代表人 合伙人 经营者 不得为全日制的在校学生 教师 医务人员 公务员 现役的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不得呢 为爱多美公司的正式员工 及其直系亲属 境外人员 包含港澳台地区人士 以及中国政府禁止的任何邪教 或者非法组织成员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 那第三条呢 就是申请人的公司 或者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合伙人 经营者 以注册为爱多美消费会员 且消费会员身份有效 申请经销商呢 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一个呢 是营业执照 一个呢 是银行账户 我呢 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介绍一下营业执照的相关要求 申请人名称呢 是不得使用 与爱多美公司名称相同或相近似的文字 且不得使用与爱多美的注册商标 产品相同或谐音近似的文字 经营场所方面呢 应当按照当地法律法规 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选址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 经销商的经营场地 应当与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地址保持一致 经营范围呢 必须包含咨询服务资养 以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相关资质和证兆 在这儿呢 需要提醒大家 经销商应当在营业执照在名的经营范围内 从事经营活动 否则因此导致的法律风险和责任呢 由其自行承担 营业制造类型呢 我们可接受的包括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不可为非公司 对于有收入的经销商 公司不会直接发放现金 而是发放到经销商的银行账户中 首先 银行账户的开户行 我们是有要求的 可接受的银行呢 包括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优正储蓄银行 招商银行和企业银行 企业银行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这是一家韩国的银行 现在在全国呢 也是有分支机构的 账户性质呢 如果您的银行执照类型是个体工商户 那我们可以接受的是个人结算账户和对公账户 个人结算账户呢 是以经销商把人本人姓名办理的个人结算账户 需要提供开户信息 也可以呢 在银行卡的复印件旁边 手写上您的银行账号 姓名 会员编号 并且呢 加盖公章 拍照上传 对公账户呢 必须是其本人银行执照 注册名称一致的对公人民币银行账户 开户信息呢 与个人结算账户的操作方式相同 那如果您的银行执照类型是非个体工商户 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需提供于经销商本人银行执照 注册名称一致的对公人民币账户 银行账户信息呢 也需要加盖公章 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申请流程 首先呢 申请人需要使用本人的消费会员编号 登陆官网或者是手机APP 选择信息修改 选择申请经销商 然后呢 阅读并确认申请须知经销商的合同 营业守则 承诺书等条款 并且呢 上传营业执照和银行账户的相关信息 最后呢 要通过线上的考试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还有考试呢 这是不是有些过于严格了呢 像别人家有些公司啊 不但开各种各样的招商会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鼓励经销商 尽快去销售 先把业绩做起来再规范 但这正是爱多美所反对的 通过营业守则的培训和考试 大家可以充分了解经销商的职责和义务 守规经营呢 才能事业长久 才能做得让政府放心 让消费者满意 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所以 有这些条条框框啊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经销商的身份如何保持呢 这呢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合同的有效期 合同有效期啊 为一年 只要双方呢 没有一亿 合同呢 会自动延续 第二个呢 是会员编号 会员编号呢 必须保持有效 这两个方面 只要有一个失效 那么经销商的身份也就失效了 如果会员编号失效呢 不但经销商身份不存在 会员的身份也就没有了 成为经销商以后 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呢 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 作为经销商呢 主要有三个职责和义务 第一呢 就是恪守企业文化 宣传正确理念 首先呢 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坚守原则中心文化 作为爱多美的经销商 我们绝不能为了收入 而去做破坏原则的事情 比如说 夸大产品功效 夸大公司的实力 夸大收入等等 甚至呢 我们还听说 有的朋友呢 想用其他的经营模式呢 来去经营爱多美 在此呢 我要特别强调 未来公司如果有发现 经销商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 公司呢 将给予严厉的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 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的 我们还将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请大家呢 务必遵守 同时呢 我们应当心怀感激 用正直和善良的心态 和行为去从事经营活动 不能把消费者或者合作伙伴呢 道做手段和工具 用欺骗和诱导的方式 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第二呢 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反馈市场的声音 经销商呢 应当做好 公司与市场的连接者 和企业文化的传播者 积极向公司反馈市场的声音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第三呢 就是正确开展业务 不断提升个人的能力 经销商呢 也要善于学习 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法律 法规培训 产品知识培训 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经销商都有哪些权益呢 经销商可以以会员价 购买产品自用 同时呢 也可以优先 被邀请参加公司的各项活动和会议 根据合同约定呢 受予经销商推广产品的权利 表现优异的经销商 还可以获得公司的奖励和表彰 作为经销商呢 每个人的能力各有不同 公司内部呢 也有一套完善的平和标准 有了这些平和标准 公司就可以有地方式的 针对经销商的薄弱点进行提醒和有效的协助 公司通过经销商的三个能力进行平和 分别是市场服务能力 市场管理能力 服务中心的运营能力 那服务中心的运营能力呢 仅限申请了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经销商的平和日期呢 每个月有两次 一日到十五日呢为上半期 十六日到月底呢为下半期 很多经销商呢是兼职经营 有的朋友会问 我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呀 由于我表现的好 我的老板呢会提拔我为主任 经理总监这样的职级 那同时呢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种认可 如果我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成绩特别优秀 那公司会不会也有这种荣誉的认诚呢 请大家放心 公司呢也为大家设计了职级晋升的方案 以此呢来鼓励大家不断的进一步 不但呢我们职级名称有这种荣誉 还会呢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表彰 甚至邀请大家呢参加海外研讨会 形式呢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 那这个职级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成为什么三级分销制啊 多级分销制或者是多层次记筹啊那种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经销商的收入 经销商通过服务市场消费者培养市场经营者 运营服务中心等一系列营销活动 帮助公司建立了稳定长久的消费群体 对于表现优异的经销商公司呢将邀请他们进行有偿的市场推广工作 并根据经销商的工作时长和时薪来发放他的市场推广服务费 对于达到一定要求的经销商呢公司还会酌情给予补贴来感谢他们对市场进行的培养带动和管理工作 申请成为服务中心的经销商呢因为他设立服务中心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投入 所以公司呢也会酌情的给予一定的补贴 所以呢并不是说您申请成为经销商以后呢就有收入了 而是只有获得邀请参加有偿服务推广工作的经销商呢才会获得推广服务费 市场推广服务费以及各类奖励补贴呢我们统称为服务费 服务费呢每个月发放两次 上半个考核期的服务费呢可以在当月的17日进行查询 22日呢进行发放 那下半个考核期的服务费呢可以在次月的2日查询7日发放 在查询到收入额度之后呢经销商可以向公司尽快的提交等额的发票 如果公司在当期报酬发放日之前收到经销商提交的发票 并且呢符合要求并且通过了公司的审核之后 公司呢将足额的进行发放 那如果在当期报酬发放日之前 我们没有收到经销商提交的发票 或者说提交的发票呢没有通过我们的审核 那公司呢将会暂扣20%的服务费作为暂扣款 经销商呢应当尽快提交或者补交 那提交和补交合格之后呢 我们会把他这个暂扣款呢随下一切的收入一并发放 依次类推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问 为何公司要向我们收发票呢 这呢有两个原因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是作为公司劣质的证明 公司呢把收入发放给经销商 那税务部门呢向公司进行查账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发票作为费用支出的一个凭证 第二个原因呢是经销商缴纳税款的凭证 经销商是独立的法人与公司呢是合作关系 当您收到服务费后应当按照税法要求 自行缴纳税款 当您到税务部门开局发票时 税务部门会收取您的税费 据我了解呢现在税费改革缴纳的税款呢 比以前降了不少 但是爱多美倡导的是 无论是我们公司还是各位经营者 应当多为国家做贡献 那多做贡献的最显著体现呢 就是按时缴纳税款 大家千万不可以偷税漏税 经销商经营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 比如说发票的要求 退换或制度等等 我们呢会在经销商的申请须知 经销商合同 经销商的经营手册等资料中呢 进行详细的说明 那关于服务中心的相关申请方式呢 未来我们也会通过专门的会议呢 进行培训和讲解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向公司反映 他们被拉进了一些自称 爱多美某某系统或者团队的微信群 群里呢还收集人家的身份证号码 和信息以及手机号 那说可以内部进行注册 然后呢平移到爱多美公司的注册系统 甚至呢吹嘘从事爱多美一年可以有几十上百万的收入 那在这里呢我需要再次声明 我们4月1日呀才正式开始注册 截止目前呢中国公司没有注册过一个会员 也没有销售过一款产品 注册系统我们最近几天才刚刚的测试完毕 那些所谓平易的说法呢可以说非常可笑 未经他人允许以欺骗的方式私自收集他人的信息是违法行为 他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发现这些违法行为呢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公司投诉 或者向您当地的主管部门呢进行报案 爱多美所有的会员经销商 他全部是与爱多美公司呢直接签署协议或者合同 不存在会员之间的这种隶属关系 没有什么所谓的系统概念 那目前呢我们也已经上商务部门呢进行了这个直销牌照的申请 但是呢还未通过审批 所以呢我们没有取得直销牌照 并不是直销企业 而且呢我们经营者呢必须要全部办理营业执照 而直销员呢他是不需要去办营业执照的 所以呢我们不会用直销的模式去经营 而是经销商的模式 那对于爱多美是不是像有人传的那样啊 一年可以赚几十万上百万 我想用最后的时间呢 与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那在去年中国呀有几家媒体到我们韩国总部去参观 期间呢他们采访了一位我们韩国的资深经营者朴大姐 那记者朋友呢就问朴大姐 他说您这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多少呢 朴大姐说我这一年的收入大约有这个数 到底是多少钱呢 因为这是人家个人的隐私哈 我就不能告诉大家了 那记者听了以后呢说还不错 他就问这以后你能翻多少倍啊 这个朴大姐一愣 他说现在啊我已经是我最高的收入了 我这以后这市场再大 他也就这些了 而且我是做了十来年 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有这么高的收入 那以前的刚开始的收入没有这么高的收入 然后记者呢就说 您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就不是很有优势啊 因为在中国你同行比起来啊 你做这么大 你这个钱肯定要比这个爱多美要多的 您有没有考虑过换一家公司呢 这个朴大姐她笑着说 其实我十年前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就知道我最多能够拿多少钱 我才来的 而不是说我来了以后才知道我拿这么多钱 所以呢 现场不论是记者啊 含有说包括我个人在内 对朴大姐的这个回复非常的吃惊 事后呢这个记者也找到我给我讲 他说他以前呢采访过很多的一些企业的经营者啊 收入比较高的有很多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复 他对咱们公司呢也是非常的钦佩 其实大家都知道天上他哪会掉馅饼呢 想要在短期内赚取高额的利润 其实也有办法 比如说搞传销搞资金盘 而在爱多美呢是完全做不到的 爱多美的收入呢最多就是合理 你如果真的是想和同行业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哈是略低的 那市场上传播那些夸大收入的说法 完全是拒绝了公司的制度 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 公司董事长经常在经营者培训的时候啊 讲一句话 他说想要赚钱的请离开 想用产品的请留下 所以爱多美呢它是从来不举办招商会的 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你产品性价比高自然就会有人来买 你干嘛还要招商呢 所以经常我们听到有些朋友在讲说 招商会啊开网啊报单啊这些名词 我们就非常的诧异 就感觉好像是在在投资一样 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爱多美是消费 而不是用来投机和投资的机会 请大家务必再以恶传恶 用这种方式去误导和诱导他人 那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一直在说爱多美的一些劣势 没说爱多美的优势 那爱多美到底有没有优势呢 肯定是要有的是吧 不过呢我想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件事情 爱多美的成功不是靠奖励制度 因为在这方面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过 真的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那如果这个企业和经销商要赚取高额的利润 他还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把产品的价格提高 那这样呢把产品当作一种投资和投机的工具 设立一些比如说入门费啊 或者用高额的回报啊 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那最终受到伤害的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的消费者 就像刚才我们张经理所讲的哈 产品质量好 但是呢价格高 消费者他不能够长久的使用这个产品 那经营者呢 他又必须想把产品卖出去 以获取高额的利润 怎么办呢 他就会铤而走险 用夸大功效的方法呢 去欺骗消费者购买 这样的结果我们可想而知 经营者的事业它如何长久呢 终将也将是昙花一现而已 但是呢在我们爱多美 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大家能够赚可观的收入 可是我们还有信心的告诉大家 您如果成为我们的经营者 我们的产品呢一定会比较容易去推广和销售 因为选购我们产品的消费者呀 复购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大家呢都是自动消费 不是那种被动的消费 或者是说被别人诱导去消费 因为同种质量的情况下 我们的价格是比较有优势的 作为消费者来说 能用最低的价格去买到品质最好的产品 这才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这也是我们所讲的顾客的成功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产品的性价比做到极致 做到任何一家公司都做不到的程度 原因呢就是希望我们的顾客买着便宜用着放心 让我们的经营者您容易去推销 那这样顾客买产品的时候呢他没有压力 经营者在推销的时候呢会更有动力 您呢就不用为了卖着产品而发愁 甚至做出那些比如说夸大产品功效 去强化失业机会这种方式来进行违规行为的推销 最终呢通过我们爱多美这种流通的平台 来推广和销售 能够让我们的政府放心 让我们的消费者满意 经销商呢也能够获得合理的收入 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和和谐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的内容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以后呢公司也会通过线上线下 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来分享与爱多美产品 爱多美视野相关的一些信息和一些有趣的故事 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呢 听了我对经销商的身份介绍 结合您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未来是否要申请成为经销商 或者说申请设立服务中心 切勿听信他人盲目的选择 那无论未来您是否从事爱多美的经营推广 我们还是非常真心的欢迎您成为我们的消费会员 相信爱多美的产品和服务呢一定会让您满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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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